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备车 警察 各种各样的安检配备 隔离人民 总统府那边也是一样 可是谁才是囚徒 是我们老百姓是囚徒 还是坐在总统府里面的蔡总统是囚徒 他是什么的囚徒呢 他用法律 用违宪 用各种镇压的手段 让人民的声音透不到他的脑子 透不到他的耳朵 然后让人民从此不要发出声音吗 做得到吗 我们表面上好像被当成是他镇压的对象 被当成是将来有可能要打击的对象 但其实坐在总统府的那个人 他才是他自己的囚徒 而台湾跟大陆到底什么关系 这个纠结几十年来一直在纠结 过去一百年台湾人一直在纠结 我们要让这个纠结继续下去吗 而这个纠结会不会真正其实危害的就是台湾人 演艺人员林心如是一个例子 当你台湾在愁中 愁来愁去 最终你唤醒的是整个大陆 十四亿人口的愁台 请问你谁会受害 今天给我们一起打拳的董哥董志森 大家晚安 野台发起人罗志强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志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张有化 大家好 国会助理郑兆新 大家好 新党文宣会副主委林明正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坐在总统府里面的那个人 然后在立法院里面过半的那个党 心里面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 我要权力 我要更多的权力 然后所以他再也跟在朝讲的话 做的事都是完全相反的 你不能验证 你越是验证越痛苦 我们刚刚讲到说 蔡英文她在怎么样讲马政府 怎么样要马政府 要听人民的声音 不管怎么大声 到凯道就停住了 这都是蔡英文 你无法检验她 因为痛苦的是我们自己 而赖清德一样 这些都是当朝的权贵 这些权贵 她心里在想什么 我们最近这个LINE群组上面 大家流传就是这几天 因为到处包含总统府 包含立法院 到处都是巨马 所以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台北正在办的国际巨马展 那很多人把它当笑话一折 来传来传去 可是你想想看 这是非常非常悲哀的 就是台湾的民主政治 什么时候走到 到处都是巨马 然后真的就是政府围起了高墙 把人民排挙在外面 她在恐惧什么 我觉得她是不是恐惧 我认为她就是傲慢 嚣张吗 对 嚣张和傲慢 也就是因为以前 她还愿意稍微做做样子 愿意谦卑 然后愿意说 如果我听不到的话 你们可以拍桌子 或者是说 我如果听不见 你们可以再讲 后来就告诉你 我已经听见了 你们不要再讲 对不对 然后你们还要再讲 是怎么样呢 我就用这些巨马 用这些警察当人肉盾牌 把你们排挙到外面 你现在想想看 以这次牢基法的争议 我们过去 因为这次牢基法 在总统府前面 就是刚刚落幕的 是主要以时代力量 几个立委为首 那大家也知道 时代力量当时就是收割了 太阳花运动 而能够进入立法院 而取得权力 所以很多人都把这两天 时代力量在 总统府前面的表现 跟当时的太阳花 做一个对比 可是当时的太阳花 大家想看 在那样大的一个压力之下 当时的江仪化 是走到人群的里面 去跟人民对话 虽然他被虚 被骂 也让他回去 可是江仪化 是走到人群里面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在哪里 看得到蔡英文 只有在脸书上 看得到蔡英文 而且还要到 洪慈悠的脸书上 才看得到蔡英文 就是很离谱 你在蔡英文脸书上 还看不到他怎么样回应 你还要请你要跑到 洪思庸的脸书上 赖清德更不要说了 赖清德他是行政院长 大家都知道 劳基法的修正 事实上行政院 也就是行政院长 应该负最后最后责任的 赖清德到哪里去了 那更不要说刚刚之前 在当时赖清德说什么样的话 现在赖清德请你出来说句话 你们用从从的巨马 来面对对你劳基法 有意见的人民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对内高压 当时赖清德 在马政府的时候说 用如此具有杀伤力的工具 面对学生跟人民 显见马政府对内高压 对中臣服的心态 永不会改变 志强你们 最终臣服对内高压 反省反省 检讨检讨 没有最夸张 只有更夸张 当时我把马英九 这个政府的时候用巨马 其实巨马也就是放在边边 他这是可以给你加倍来处理 那我觉得那些 起码加三倍 那些讲话 基本上我觉得我最喜欢的 还是蔡黄狼的 这是赤裸裸的暴政 这个才是经典 直接了当 赤裸裸的暴政 不是我讲的 是蔡黄狼讲的 你可以看到说 吓成这个样子 怕成这个样子 到底是在干什么 一方面是刚刚宏伟讲的傲慢 你当初怎么讲的话 其实奇怪 这些人到底是 他是脑袋有问题 还是说就是健忘 还是私意 奇怪 为什么这些他们讲的话 全部都当不存在呢 董哥一句话回答他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现在其实很怕 什么时候怕你知道吗 真的恐惧 就上次在政战学校 三经五校的时候 被人家水平砸到车子以后 年改 那以后很多人被处分了 处分了很多 很多那个就开始加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都是 比过去加大两倍三倍都一样 那你看到施法也互相配合 正在学校那些丢的人被判有罪 以前马政府时代丢马政府都无罪 全部都无罪 丢出丢什么都无罪 我们节目有做过 一个一个拉出来对比 倒置无罪 蔡英文自己都讲说 马英九被丢协丢出 他怎么讲 他跑去看探视下马团里说 你马英九自己要学会包容 包容 被丢以后还要再被喷话 然后被骂一顿 然后说你想还有人民为什么要丢 你要自己想一想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来 董哥在跟我们讲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 因为5号蔡总统召集 包括陆委会主委张晓月 在内的国安部会首长 研议重要的事情 因为大陆把M03的航路 这个其实没有争议 只是蔡政府认为有争议 这个议题 然后严正发表五点声明 我们昨天已经讨论这五点声明 都是废话 而且是不太让人听得懂的废话 几个小时之后 陆委会应对对岸施压 除了总统的文青岛 还出现一个辽媚文 什么叫辽媚文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叫小弯 因为大陆叫台湾叫弯弯 然后这个陆委会自称 用台湾K熊代表台湾弯弯 然后陆尔就是猫熊代表大陆 他说你知道木头座的门叫做什么 陆尔说木门啊 然后小弯说 那你知道两岸通往和平与稳定的门是什么 陆尔问号很懵的样子 然后小弯说是我们 这什么意思 那但是他还讲到一个我们 意思说小弯跟陆尔合起来就有和平跟稳定 那蔡英文他心里面的两岸 有我们吗 还是他始终把大陆当成是他们 你看他现在M503 这是民航 民航他在那抗议 你知道共机 共机的飞机 这样多少趟你知道吗 23趟 绕到台湾来 已经23趟 然后你知道那个航舰已经走几趟了 已经三趟了 你光看辽宁舰 辽宁舰通过台湾海峡 三趟了 那有看你开国安会议吗 你不是抗议那个有战争意味的 你去抗议一个民航 你不是变成国际的大笑话吗 而且于法理 于情理 于道理 他是早就经过国际民航组织同意 他只是那时候马政府当政的时候 他有退让 他现在他不要退让 因为你没有九二公司 我干嘛在退让呢 大陆的这个退让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说法律判给我说 那个房子是我的 可是因为我跟董哥交情好 董哥 你爱住多久 就住多久 哪一天董哥惹毛我了 董哥你什么时候搬呢 那你可以说我错吗 法律本来就我的 可是董哥不认我 我就不认董哥 就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样子 尤华哥 那我昨天去了立法院前面 那我先先讲 劳团将近一百多个人 我是差不多四点三十五到 然后五点二十分进去 然后到七点二十分出来 各位想想看 太阳花时代 请问中山北路 中校东路有没有封街 没有 太阳花还声势浩大 有没有封街 没有 有 没有 那个时候封街是太阳花 他们组织一个民兵组织 然后来往 住在附近的居民 要给他们收身 收身份证 那个是个人 那我今天讲 太阳花有民兵组织 那我讲的是政府单位 那我昨天看到最夸张的是 镇江临森青岛 镇江临森青岛 各位晓不晓得 那我怎么进去的 我还是透过某家饭店 弯进去的 然后七点二十分离开 一百多个人 请问一百二十多个人 警察多少 警察将近至少四百个人 我还传闻说 还要北上支援 哪一个政府这样子 对付一百多个人 需要这样子吗 民进党真是不要脸 民进党你想想看 那你自己 你是成抗起家的 你怎么可以今天去对待 这种成抗民众 况且昨天五点半的时候 雨下最大 一直下到七点二十 全部淋湿 你民进党有没有高干 出来问问一下 没有 除了这个以外 我再提醒民进党 你在野的时候 你成立民进党的第一天开始 你要修国安三法全部废除 第一个 国安法你要废除 现在那你居然修改 然后加重刑责 第二个人民团体法 你说也要废除 以后政党不必报备的 好 那你现在说 以组织犯罪条例 对付这些政党 然后极有法 那你说你要废除 现在你又要修 要事先报备制 我真想请问民进党 你们要不要脸 你们自己是成抗起家 到了今天 你们是压 你们压迫成抗的 比马英九时代还要厉害 你们骂的马英九 现在至少比你光明磊落一点 这个就是说 我们今天非常讨厌蔡英文的地方 就是三个字了 不要脸嘛 那蔡英文这个政府 他对内镇压 他凭的是哪些东西呢 除了手上的权力以外 他相信他有两个神主牌 一个是反核 另外一个就是台独 台独要靠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找到刚好 有一个美国的专栏作家 叫做雅各比 他来到台湾 然后回去之后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跟台湾有关的文章 好像煞有介事 是台湾的 非常资深的专家 很了解台湾 里面讲的就有很多很多的迷思 他怎么来台湾的呢 他是应台湾的一个 非政府组织 就是一个NGO 对外关系协会的邀请 所以他来走台湾 所谓他的邀请 当然就是他们出钱 那这个组织呢 我们调了一下资料 这个组织是谁呢 这组织是创会会长是欧宏廉 然后现任会长夏立言 现任副会长令胡荣达 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董事 所以感觉上好像是 跟外交比较有关系的 退休的外交官处理的 他我们调了一下 他过去办的活动 都是跟外交部很有关系的 记住哦 这是个蓝营的退休的外交官 政务官他们所办的一个 协会 然后邀请一个美国的专栏作家来 来台湾观察 结果这个专栏作家 他所写的所讲的东西 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我刚开始以为说 这个团体是个独派团体 结果发现是这样 我觉得非常吃惊 我们来看他讲什么 讲的有没有道理 他说英国移民到美洲新大陆建立的国家美国 台湾的发展类似这个过程 部分要感谢中国的名顽不灵 让台湾不属于中国 台湾人非中国人 我公开邀请这位作家到我的节目来 我邀请你来 真的我们来辩论 你这一句 你这第一段就已经完全补通了 因为中国名顽不灵 所以台湾不属于中国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这个结论就错 而逻辑推论也错 然后你说英国建立 英国的移民建立美国 你为什么不讲 发生了独立战争 流了血 然后美国刚好是战胜 你为什么不讲 如果台湾独立 两岸发生战争 你要不要负责 你为什么不讲 林肯当时美国南方 要独立 林肯不让他独立 结果打了独立 打了南北战争 你为什么不讲 所以民政 怎么回事 我觉得其实某个程度上 我们应该感谢一下 这位美国人 因为他把所谓 美国国家利益的 真实核心想法 说了出来 美国从以前到现在 就一直希望把台湾 置于他自己的控制之下 从1874年 美国住在厦门的领事李先德 他就希望带领日本人 来把台湾偷过去 一直到台湾光复 1947年的时候 美国人还希望 借由二二八事变 可以把台湾变成 所谓联合国托管 掌控在他之下 有一股来自于美国的力量 对于两岸问题 说三道四 而且符合谁的论点呢 就是符合我们现在执政党 跟蔡英文的论点 所以我认为 像这些观点 就如同我在讲这个新闻 都是我们的出口转内销